昨晚有位朋友有私信我说 17万令吉预算要找台车 要空间 要操控 要安全 我现在就打给他 哈喽 小平是你啊 你这样收盘什么猴哥呢 先带你来看第两个 它就是 Mazda CX-Ride 2.2 diesel 版本 为什么我会介绍这两车呢 因为它的这个价格完全是符合你的预算 然后它搭载了这个 2.2 SKY-Active V 采用温轮加引擎 可以产生188hp 随道马力 风车率高达450Nm 动力还有操控方面完全能够满足到你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i-Active Sense 是比在 CX-5 里面是比较高规格的 比较完整一点啦 这一点就完全符合你对 Safety 的要求 重点是它有这一个颜值 不错啊 嗯 不错 然后它的质感那些都是皮 然后摸起来都很 Premium 的感觉 对 整个就是很高级的感觉 然后它的 Driver Seat 做起来也是很舒服 嗯 这个完全是 Mazda 的这个追求啦 然后重点是这辆 2.2mm 因为它是比较高阶的 CX-5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Meter 是 Digital Meter 比较漂亮 然后也因为它有这个 它的 i-Active Sense 是比较 High Spec 的 所以它有这个自动眼镜光的行车更加安全 怎样 李总 后面 OK 吗 嗯 嗯 而且我觉得你要放 Baby Seat 的话 应该也不是问题啦 它又有 ISO Fix 嗯 嗯 对 最重要 基本上我觉得后面要做三个大人 其实也 OK 的 就算你放了 Baby Seat 后面要做两个人 应该也 OK 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 Arm Rest 中间这边很好 它很多植物隔 然后还有两个 USB 的插槽 你要充电要怎么可以 看到吗 还有电动尾门啊 哦 不错啊 还有电动尾门 嗯 更加方便哦 哇 里面的空间也蛮大一下 是 嗯 不用紧 我有带我的行李来试一下 来试一下 OK So 走 我们去试驾 OK 好 哦 还有 360 Camera 不错 对 这个 Feature 对于我老婆来讲 应该是很不错的 Feature 因为这辆车 这样大辆了 parking 就比较容易一点 对啊 比较方便一点 嗯 好 Let's Go 诶 还有电子手刹车 电子手刹车 OK 其实它这个 Leaser Engine 啊 和一般人想象中那种 Leaser 柴油引擎那种会很潮啊 然后很粗糙的那个感觉啊 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这个 Sky Thin D 啊 他们花了很多心血 在抑制它的这个震动 还有这个割音方面 都是下了很多功夫啦 所以其实你现在开起来 你会觉得好像开那种普通汽油车 我没有讲的话你都不懂它是 Leaser 嗯 是不是 而且它的这个动力方面是很饱满的 很饱满的 Pick up 也是很 上山的时候那个 嗯 滴水也是不错 对 啊 还有一点忘记了 我会介绍你这个 Mazda 车车 应该是因为这个 Mazda 它刚刚推出了一个 Promotion 就是说你在今年买 Mazda 的话啦 它本来就已经给了一个 5 年 Warranty 还有 5 年 Free Service which 已经是很吸引人了 可是你在今年 12 月 30 日之前买的话 它再加多一个 1 年 就是说你有 6 年的 Warranty 还有 6 年的 Free Service 而且它的这个 Free Service 哦 还是连人工都算在里面的 全部包完 包到完 黑油全部包完 黑油它还 Upgrade 成这个 Fully Synthetic 在不久前它再加 Upgrade 成 Fully Synthetic 所以是 1 万公里换一次 然后你的这个人工啊 零件啊 这些全部都不用给 意思是说 6 年里面 我什么都不用烦 除了 Warranty 的东西 除了 Brake 皮啊 轮胎那些不要讲啦 But Service 方面 保养方面 你是不用烦的 哦 不错 不错 嗯 这辆车我驾到还不错一下 那个动力表现也很不错 是不是整个感觉都很好 对不对 可是我好像满街都是 SUV 了我现在 是真的啦 大家都在买 SUV 是真的 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一点的 你要比较与众不同是吗 又符合到我的条件 没有问题 我还有另外一个介绍 好 你讲 SUV 太过普通了 太过 common了 那这一个啊 就真的是不一样了 哇 这辆 对 空间 操控安全 全部都有 嗯 它就是最新的 Toyota Camry 了 那这个 Camry 虽然没有 Dynamic Force 引擎 可是 它的这一具 2.5L 自然进行引擎 还是有 180L 的 Horse Power 风支扭力 235 Nm 并搭配 6速的自拍变速箱 在动力表现上其实还是不会太差的 还蛮好玩的 Tim 加上呢 它的这个 TNGA 底盘啊 可以带给你一个很 很丰富驾驶乐趣的一个操控表现啊 我觉得这方面它绝对可以满足到你 那另外 在安全部分 它又有这个 Full Set 的 Toyota Safety Set Sending 主动式安全系统 跟刚才那个 CX-5 相比啦 它就多了一个主动式定速巡航 ACC 功能 更加的完整啦 ACC 我是很喜欢这个功能 嗯 这辆可以考虑一下 不懂它内部空间好不好呢 我们上去看啦 Let's go 哇 上面 这辆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哦 很 premium 的感觉 怎样讲都是一个 D-Segment 然后你看它有这个 Fenway 灯 而且这辆车哦 它在 Feature 上面是更加的丰富的 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JBL 的这个影响系统 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 无线手机充电插座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 Setting 啊 啊 跑电的 用电动调整的 而且还有那个记忆功能就是 你之前 Set 好了 它会跟着那个钥匙的记忆 然后只要你用着那个钥匙进去 它就会自动调整到你之前的那个 Setting 方向盘很有变动 这样子很方便 对 意思是说我老婆一个锁匙 我一个锁匙 是 她上车就是她的 Setting 我上车就是我的 Setting 是 哦 这样子很不错 嗯 所以李总 后面怎样 OK 吗 后面比我想上中的还要大 它头部空间其实也还OK的 我不会输给这些高车顶的 SUV 坐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然后因为这辆是一个房车嘛 所以它在后座的这个部分 也是很多一些 Feature 啊 像你可以看到有那个 Sun Shade 嗯 比较有隐私感 比较有老板的感觉 然后这个座椅呢 还有这个 Boss Switch 可以调整 所以如果你这边要放 Babysit 啊 还是你老婆坐这里啊 不够空间的话 你直接按这里就可以调整哦 比较方便 嗯 看一下它的尾箱空间好不好 在这边了 对 不错吧 基本上这个 D Segment 啊 在尾箱空间方面 是不用什么担心了啦 它够深啊 完全是 Steadable 你看 比刚才那个 CF5 还要宽一点 不过刚才的 CF5 就够高了 SUV 它占有油脂的地方就是够高了 如果你要在比较高的东西的时候 它就完全是比较胜任啦 不过这个对我来说 普通家庭是应该够用的 我觉得你基本上你带孩子的那些东西啊 然后行李啊 回一个安顺这样 IKEA 都OK了啦 都很够用 不错不错 然后这个有64 这个没有 可是它中间的那个 Armrest 上面 有一个盖 就是有一个洞 你要再长的东西的话 还是可以应付的 只是讲如果你要再去 IKEA 的话 它可能就比较 稍微吃亏了一点 没有办法 嗯 绑在车上面 可以 还是把你孩子绑在上面 啊 OK OK 有到试驾的时候了 嗯 哇 好期待 这辆TNGA 到底可以怎样 诶 这个有 那个Auto Release 它的这个 电子刹车是吗 对 豪华车的车 我刚才忘记了 它有帮我Auto Release 嗯 不过它没有360 不过不用紧 这个 Sedan 的车 还OK 应该还蛮容易 Parking 那些啦 它怎样都还是比较 感觉上有点远 嗯 然后视觉上 是没有这样高 可是 它也不会说 有那种很长的感觉给我 距离感 距离那种很 嗯 还OK 这辆我开这个Camping 的时候 我是觉得 它还蛮灵活啦 不会讲很难 嗯 难驾驭 要试车 一定要上Highway 试 这个Highway 也不是很 很Highway 是有点车 有点多的Highway 很多车的Highway 嗯 太冷了 哇哦 嗯 虽然这个2.5是没有Turbo 可是它的动力给我也是还不错 对 因为它的这个6-speed auto的反应 还蛮积极的啦 还蛮快 不过 嗯 你一踩油它就会退档 马上退档 给你感觉有那种比较有力的感觉 嗯 所以我才会讲虽然是没有Dynamic Force 没有这个Dynamic Force 可是OK的 然后它前面还有那个HUD 嗯 是叫HUD吗 对是HUD 彩色抬头显示器 是蛮方便的 是 刚才那个CX-5就没有了 就少掉了 有点可惜 少掉这个 我注意到的是这个车真的是 开在路上的时候很近 真的是 那个MVH一流 OK 我现在试着它的那个 嗯 叫什么 ACC 嗯 前面的车Slow它就跟着走 现在我是没有踏油 嗯 它自己跟着 塞了一个72kmh 的速度 时速 72kmh 然后它就跟前面保持距离 然后我前面的那个HUD也是有显示 嗯 不错 我觉得在我塞车的时候用这个防券是蛮不错 对 我的脚又可以stand by 不用踏着休息咯 嗯 不过我也不敢放下来 对啊 也是要stand by一下 毕竟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辅助 它不是这样完全可以原来用它 OK 现在我可以感觉到它的车Slow down 诶还蛮自然哦 不会讲 它不会有那种很chock的感觉 哦 这个算蛮靠近一下哦 我完全没有tap brake 它自己brake 嗯 它自己brake的 其实我蛮喜欢这个ACC mode的function 对 哦它的那个LDA 嗯 关才关了 所以它现在 它现在有在拉回你啊 有 它有拉回我 拉回 拉回来 我那时候在LDP4这个function 哇 好用到 它就一直是这样跑啊 我用这样子 我做了一个staring可以的 什么都不用做 OK 这边可以开始靠左了 就来了 只要我没有打signal 它都会响 它就会响 然后它会坐回来 Mazda 的我记得好像是staring会抖 嗯 嗯 我不是很喜欢那种抖的感觉 这种稍微拉回来的感觉比较好 对 不过它也是可以关掉啦 如果你是不喜欢的话 可以 这里是4brake 我会喜欢这个新的Camry的brake 因为它不会来 它很顺 它那个brake 它不会说很 一踩就这样子 一踩就这样子 它是那种 慢慢 可是还是很稳 它又给我啊 那种很有信心可以brake到的感觉 对 这个比较像欧系车 我的摄影大哥坐在后面 睡着了吗 舒服吗 OK 摄影大哥讲这辆车的后座很 就算我把来摆去也是OK吗 是不是 是蛮灵活啊 嗯 这样大辆车来讲 对 也算不错耶 它的那个反应很快 车位的反应 这是TNGA的骑手的魅力 那这个TNGA就是在底盘方面 它的Hardware方面 Hardware I see 加上它的Suspension的setting啊 这些 所以整个给你好像 你看我现在过这个红线 是堵堵堵堵 它不会 你不会有那种空洞的感觉 空洞的感觉 整个是很solid的感觉 我相信这辆车过Hump的时候 也是很 很不错的感觉 嗯 可是那个budget就有点高啦 嗯 嗯 不过也是可以考虑啦 其实讲高 也没有到高很多啦 十多千 对 你买这辆车 你都是要买 驾蛮长久一下的 所以 啊 我也是有考虑到这个 可能Toyota的 继续价值也是比较 对 加上它在 加上这辆车 Toyota嘛 你驾一个10年 基本上是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啦 嗯 这方面我是觉得 这个Camry 在这一方面 它就比较占有优势一点 不过咧 我刚才 突然间灵光一闪啦 我觉得如果这个budget 你ok的话哦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介绍给你 还有 有 而且它是另外一个等级的 好 想 走吧 哇 小明你带我去看不到嘛 是啦 要让你升级做双B的车主 是不是standard不一样了咧 哇 这个颜色都很美哦 嗯 重点是你猜到多少钱 这辆啊 200多吧 新车是238,888令吉啦 嗯 可是现在这个X1哦 一年车的pre-owned也就是准新车 只需要18万多 哦 是哦 18万哦 已经是和Camry一样了 哦 而且还是SUV 你要找家庭车 我觉得这个 你老婆看了 应该也会蛮喜欢的啦 最重要它是BMW 对 完全是不一样了 看看内装 嗯 双B就是不一样 嗯 里面的你觉得很有运动风 很美 我觉得整个就是很欧细的感觉 然后还有它的这些 软束脚啊 还有这个黏板啊 它的这个质感都很好啊 还有份Rate 哦 这个完全是不俗 刚才我们看到那两辆车啦 对 然后它的那个 腰这边 support 的这个地方 也是很有感觉 对 它这个比较运动化一点啦 所以会比较 这个比较深一点 比较出来一点 就可以支撑到 坐起来还有支撑到很舒服 对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唱机 是 BMW iDrive 6.0 Version 我觉得 以我们今天看的三辆车来讲啦 这个界面是最漂亮的 你看还有这些 哦 很科技 比较酷 对比较科技感 然后还有 Navigation 这些咯 还蛮不错的 音响也很好 嗯 不过 最重要的还是这个 看到吗 这个 Logo BMW 嗯 你开着它你整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哦 其实它的后座空间也还不错 不错哦 是哦 我也是有吓到 因为我一直以为 X1 是比较入门的 这个宝马 所以它可能空间方面会比较逊色 可是鞋座后面还蛮宽的啊 嗯 对啊 而且还有这个 ISOFIX 你要放你的孩子的这个charset 也是没有问题 然后还有这个椅背 也是可以调整的 这个跟那个斜出来是一样的啦 这边拉一下 啊 可以拉还蛮多段的 但是还是会比较直一点 我看到这边也是可以调哦 应该是 哦 它也是424 424 424的倾道 嗯 还蛮实用的 对对对 这样子我要拿东西 或者是放长一点的东西也是OK 重点是你可以直接从这边拉 嗯 这个也是不错 嗯 然后这椅背 支撑不错 Armrest 背架 背架 Armrest USB Port 这边也是油 也是油 我觉得它的这个头部的空间 空间感很好 其实还好 哦 是不是还蛮宽的 整个感觉就是很 很有空间的感觉 不会差不差 这辆车很适合你的身价 对 我觉得我老婆也会喜欢 它的身形也比较小一点 我觉得如果以女生来讲 他们可能会觉得这辆车蛮好开的 对 嗯 嗯 林总 踢一下它下面 踢在下面 踢好来啊不要踢错地方啊 看到了吧 啊 啊 脚踢式的这个电动尾门 这个就更加方便哦 你双手拿着东西说啊 都可以打开这个卡布 嗯 它里面的空间 比起CX5 还不会迅速哦 是 看起来差不多是不是 而且 我们刚才都看到了 它有这个424倾倒 所以你去IKEA 照样可以买桌子啊 对 你可以试试看放你的行李箱这些啊 好 我觉得这个加速表现很有这个加速感 应该是我们今天试驾三辆里面最好的 毕竟它是2.0 turbo 对 然后0-170.6秒 而且 它这方面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典型的 continental OC feel 啦 就是它的那个贴背感会比较强一点 比较运动化一点 刚才那个Mazda CX5 就比较顺一点 然后Camry就是NA咯 就更加的顺了 嗯 讲运动感的话 我觉得这辆是最有运动风的 感觉还蛮灵活的哦 蛮灵活的 嗯 嗯 哇真的很快这样已经这样子就100了啊 嗯 哇 不错不错 嗯 而且重点是它的这个 动力这样好 它的油耗表现 官方给的是7.6L啦 我是觉得 普通我们这样子驾的话 应该9L都不是问题的 这种很有驾驶乐趣 对 就可以给到 有那种热血的感觉 对 满足感 别忘记 所有BMW新车都有这个 5年 Warranty 还有5年的Free Service 哦 所以基本上你头5年你是不用什么一般的啦 嗯 跟刚才我们驾的那个Mazda是一样的 这方面又可以省掉一笔钱哦 对 因为BMW的Service 一听到就怕 对 Premium Brand 就这种高档品牌 你们都知道啊 就保养方面呢 是另外一个等级了 但是如果你买它新车的话 你就不用担心了 OK 所以李总 今天一次过带你看了三辆车 你觉得怎样 哇 三辆车都很美哦 嗯 不错哦 OK啦 我就分四个我主要的东西啊 就是操控空间 还有安全 还有舒适 嗯 OK So 舒适的话 我是觉得那个Camry 的舒适度是最好 最稳 因为我在里面的时候 你们都讲 哇 好像要睡觉了 我的Videographer 都好像在后面睡觉了 嗯 哇 那个驾驶表现呢 给我 比较很有信心的 它也很舒服 也很稳重 然后 当我brake的时候哦 它也是那种brake 它不会酸那种 一下子 点头 点头的那种感觉 它是很smooth 这样子的睡啊 所以后面的人或者是我的 passenger 都是可以 哇 很relax的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个Camry 就是一个字形容它 稳定 整个就是很steady 嗯 如果讲操控的话 嗯 我觉得 BMW X1 哇 那个2.0 Tubeboard 那个沥水 一塌 真的是直接 有那种tap背感 对 如果要运动型的 应该就是选这个 对 而且它的这个方向盘 又很精准 就整个是很 很直接很灵敏的感觉啦 我觉得这方面真的是 Handling方面 真的是这个X1 真的是最好的 还有很运动风 它的那个 那个 座椅也是 很有感觉 对 空间的话 我觉得 CX5 嗯 它的后面的那个boot 是三辆里面最大 嗯 然后它的那个 跌 对 424的那个 后座一直折叠啦 就整个是很实际 跌了下来 哇更加大 真的是很大 然后它的后尾攻坚呢 其实它也不输给 Camry 我以为 Camry 一定是比较大一点 嗯 其实我们做下去的时候 感觉上 其实它也不输给 Camry 它们都蛮靠近的 很接近的 很接近 还是可以做到就是 三个成人 都ok的 都很舒服 嗯 然后也是K方VVC 所以完全是没有问题啦 这方面 还有最重要的 安全 安全肯定就是 Camry 跟那个 CX5 对 因为它们都有那种 F1 safety 的安全 对对对对 那这个 X1 它就缺乏了这一块 可是基本的那些 安全配备 它还是有的 所以这个 先进主动是安全系统 多了 这个是一个加分啦 嗯 那我在这里和大家 简短的分析一下 这三辆车的这个卖点啦 首先我先讲这个 BMW X1 它怎样讲都是一辆 宝马 就BMW 开出去 哇 人家知道你开宝马 当然在这个性能和操控方面 就像李总讲的啦 它真的是占有优势 尤其是在性能这一块呢 它是三辆里面 比较出色的那一个 然后操控方面 就是典型的宝马 所以开起来还是很好玩的 那接下来就到这个 Camry 我觉得这个 Camry 除了舒服以外 因为它还有这个商务和行政的定位 所以它多了很多那种比较豪华的 features 加上它的这个设计 你开出去就是一辆商务房车 人家看了 开出去还是觉得好看 蛮像 Lexus 对 蛮像 Lexus 有点 baby Lexus 的感觉 所以你开出去其实是蛮有气势的 至于这个 CX5 我就觉得它是整个最全方位 最整个最均衡的那一位 也是最符合你所要的这几个要求的这一辆车 只不过叻 它就是一辆 SUV 咯 路上比较多 比较 普遍的一点点 对 比较不够独特啦 So 李总 怎样 你打算选哪一辆 给我算一算先 嗯 哇 我的 Stif D 好像可以train 45,000 大概是这个这样 再丢多一个15,000 头七 60,000 Camry 188,000 哇 算一算 供得来 7年 2点 2点多啦 算它2点多巴仙 大概是 100 诶 1,000 1,750 嗯 嗯 CX5 167,000 167,000 大概也要1,400 嗯 嗯 算它一个15,000 这样啦 一个是1750 嗯 1800 15,000 X1 Premium 对 准性车 182,000 2019年车 OK 算一下 大概168,000 嗯 大概也是167,000 平均一个月是差一个200 300 300 这样啦 算一个200 嗯 不过哦,我要讲的是这个X1 它有这个5年的FREE Service 我觉得在保养方面这边也其实也是有这个影响到你的这个扬车成本的 所以这个X1它就有这个好处咯 所以它有5年的这个免费保养 至于Camry 呢 它是没有这个东西嘛 所以我们有上网查了就是根据官方的这个Service Schedule Camry 一次的Service大概是介于500多到700多之间 如果你使用这个全合成的机油的话啦 所以我大概给你一年Service两次啦 就是多了一个1000块这样子哦 1000到1000多啦 平均一个月也要百多块哦 嗯 对 大概的 至于这个CX5 呢 它就有 你现在买,今年买的话 你是有6年的FREE Service 所以这方面还有 再省了多一笔 在这一方面 这个X1 还有CX5 它在保养方面其实是比较便宜 应该是比较便宜来信用啦 不过你除了这个保养 不用烦啊 对,不用烦 不用花费 你也不用去烦 你可以回原厂 有什么事情你就可以Claim warranty 不过我觉得啦 除了有保养 普通保养以外啦 消耗品啊 这些 Spec part 这些 你还是要考虑到的 好像这个X1 5年Warranty后 Spec part 会自然是肯定是比较贵一点的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消耗品方面 好像BREAK皮啊 还有这个轮胎方面 轮胎方面其实蛮有趣的 因为这个Mazda CX5 2.5 2D 反而是最贵的 因为它是用这个19寸的轮圈 然后这个X1呢 还有Camry呢 是用18寸轮圈 所以相比之下 在轮胎的成本方面 CX5 反而是最高的 大概多少钱 大概多少钱啊 19寸的话 其实你如果是用比较普通 或者是中等的轮胎啦 大概都要6700一条 那如果你是要用好的 好像Michelin PS4 的话 大概是1200左右 一条哦 之前我介绍这个X70的保养成本的时候 就有提到这个了 这样我可以downgrade那个Rim吗 可以 当然可以 你可以选择downgrade去18寸 甚至是17寸啦 对 那还有刹车片方面呢 刹车片 我相信Camry 还有Mazda CX5 它的这个刹车片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至于这个X1应该会贵一点 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Camry 虽然说是日系品牌啦 可是因为它是一辆D-Sign 的方车 所以在零件部分 可能有一些好像类似Lower Arm 这些 的话呢 它可能会稍微高一点 但是我觉得不会高太多 而这方面呢我觉得这个X1它是最高的啦 只不过这些东西 基本上是你5年以后才需要翻的 不过讲到这个呢 Camry 就有一个优点了 就是Camry 怎样都是一辆Toyota 我们相信这一辆车 基本上10年以内 是不会给你什么问题的啦 它又是这个2.5NA引擎 它没有Turbo 什么都没有 所以在耐用度 还有这个耐操度方面 我觉得Camry 应该是最好的那一个 不过哦 它们的Reserve Value 会怎样呢 一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讲到这个Reserve Value 方面 我们现在看的是2辆日系车 然后1辆只是这个 BMW OC 在这方面 X1 它的这个折旧率 是稍微比较高一点的 我刚才也上网看了一下 就是以 CX5 还有Camry 来讲 平均5年以后的这个二手价 它们亏的那个价钱 亏的那个 amount 都是很接近的 都是差不多的 至于这个X1呢 5年过后的这个折旧率 是稍微高了一点 大概一个20千左右 这样子 所以这方面呢 如果你是很 你会比较在乎这个的话 还是Go for CX5 还有Camry 好一点 所以分析了 这样多啦 哪种 你决定要选择哪一辆 哇 三辆都很不错啊 都有自己要卖点 是不是 如果是你们 你们会怎样选呢 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你会选择哪一辆 这三辆里面 你比较 你会Go for哪一辆 还是你们还有更好的提议 也是一样 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帮我们这个李总选择 OK啦 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review方式的话 记得按赞 然后有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当然 分享这个影片也是很重要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想要知道这个李总会买什么车呢 一定要留守我们的频道 因为它过后会做一个开箱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回再见 拜拜